嗨 艾伦sir 哈啰 我认识了很多讲序 所以我听到很多人有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我就回答不了 不如我组织了他们的问题 就问一问你 究竟你可不可以帮帮他们 好吗? 我自己导致下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 买楼最重要是租得出 你租不出也没意义 那怎样可以买完楼之后 保证租得到呢? OK 这个好问题 这个好问题 就是很多人买楼就怕 在英国买完就租不出 所以我先解答一下这个 我预备了一些部分 其实租不租得出 好看那里有多少家屋 还有多少家庭 例如美国那样 有10家屋 之后只有9个家庭 长期有家屋就租不出 所以美国或者加拿大很多地方是够住的 但是英国其实就不是的 它有10家屋 但它永远家庭数目都是多个可住的屋 例如有13个家庭 那那三个家庭怎么办 难道睡街什么 所以它的现象就是 那三个家庭会屈进去 第8、第9、第10家屋 好像分层 就像我们村屋一家屋 其实住了三个家庭 他们也是 有些屋就有分间的现象去出租 或者有些劏房的现象去出租 从而你看到这些现象在 代表一些正常的屋 就已经住满了 所以租给街 就算租给窮人也好 有钱人也好 是确实有人跟你租的 因为不够屋住 那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是 Ellen Sir 英国楼长期供不应求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 没错 好了 那我见过一些 你又叫做劏房 我就不可以用劏房来形容 因为如果听到劏房 那些香港人以为 就像香港的劏房 其实这些是不是叫做HMO 是的 那些HMO 其实就比香港那些小小的 可以说 大小小的 可能都是八五尺 一间房间 加一个厕所 厨房可能在外面分享 所以有这些现象出现 正常一个家庭 一间屋你卖出租 就肯定出租到的 OK 那就是容易出租了 可以这样 好了 出租到了 最怕就是租霸 怎样可以不要租给租霸 令到自己身在海外的麻烦呢 嗯 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租霸 通常都害怕 就算租到 恶梦就开始了 第一我们就不租给那些叫做 最穷的人 租给一些 赚钱那些先 好了 但赚钱那些可能都有租霸的 所以第一个答案 就告诉你 那边有一样东西叫credit check 那就是credit check了 那个人的背景 他有没有不交租的记录 甚至乎不交其他的记录 如水电煤 宽频 电话费 council text 如果他们有这些记录 是会被人租了上去的 那从而他一搜寻 或者个letting agent一搜寻 看到的话 外底花 就不租给这个人 就是业主不用怕 就是帮我们出租的agent 会做这个check的 是吗 是的 会做这个check的 当然我们有个费用 百多磅那样 但是你出租的佣金 就帮你包这个check去做 所以挺透明的 是不是 英国有很多楼 我见过有apartment 又有独立屋 又有排屋 又有HMO 又有很多的 住客也有很多种类型 究竟我们如果要投资的话 买哪种的组合 食物香港 OK 这个问题你之前都告诉我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一个slide 就是这个slide 这个基本上都我精心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很多屋的 不同款式屋的 物业类型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多数买呢 就是买这些叫做排屋 或者抹屋 那买完出来 我们多数都是做两样东西 一就是租给一家人 二就是分租的形式去出租 那如果租给一家人 我们一是就租给一些叫做OK收入的家庭 从而得到那个租金回报 大概五六七左右 那又或者有个选择呢 我们直接租给那些叫公屋户 就是政府给钱那些 低收入我们就可能未必租 但是它情无收入呢 那政府就安置他们 那政府出租 政府给钱 就他们住 那这里呢 有一些区是抵造的 就可以高至九厘几十厘的 所以这些 那你说租不租给一些高收入的家庭 那些都会的 但是你买那间屋就相对的贵 可能你的租金回报就会低一点 那所以就 从投资角度就不是惹惹 要租给最帅气的客户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你说分租 那我们多数都是租给OK收入的人 就是他们都是做事的 你说学生那些做不做呢 反而就不做的 因为学生很烦的 它破坏力很高的 就是它不是特意整坏力很高的 就是它不是特意整坏力很高的 但是它经常留在那间屋里 你这间屋的wear and tear 就会高了 所以就算分租 都是租给一些收入 有收入的人士 那当然有其他的玩法 有得叫做flip 有得买铁 有得买地 有得买地 那些大货 第一间屋大家去做就不用了 你说说flip 我想有些听众看到flip 不断说 不断说 这都可以是一个出租的一个途径 flip呢 其实就是有些烂屋 没有人争的 同时你买完 可能你五万磅买回来 整整三万磅 那你就整了八万磅 但其实市场 一间整好的屋 那里有十万磅 可以十万磅的 那你就可以赚到 大概两万磅的升值 但是当市场没有升值 你都做了这一件事 去令到家屋翻新了 那就赚了这两万磅 但就不是一个买楼的策略 这个好像一个短期做生意的策略 OK 好了 好像你刚才说 我们找到租客 那租客一定要有个letting agent 就是等于出租 代表我们要出租 那我也听过 自己出租过 因为经常一个boyna又坏 一会儿又坏 一会儿又坏 一弄到上门都不便宜 那究竟我们怎么找一个 我们值得信任的letting agent 尤其是漏水 因为他说爆喉 爆喉跟漏水差很远 是的 可能有时候不好的letting agent 就会说 那家本来漏水 他说爆喉 其实他想赚你一些维修费 其实是对的 你买一间屋不难 但是你找一个好的letting agent 或者management agent 去帮你管理 就难的 尤其是以我 在美国我都买过房子的经验 其实美国会严重很多 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在地产上 真的在地产上 真的 美国人 想找美国人去管他跨区的房子 他们都会找自己人办的 何况外国人 是的 但是英国我看回 就gentleman很多 就是他们真的做生意 而赚英国当赚的钱 就算 但是都会有一些 是想会找多少少的 就是报大数 这个东西不行 其实就没什么 报大数要换 那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就团购 就是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同学和会员 我们就 某一个区 就找定一个letting agent 当然那个letting agent 本身也是好 我们要查过去DD过去 我自己找他管了一段时间 我才介绍给他们 好了 从而就变成大限 就是你要做到一个大限的效果 虽然可能就是一间屋 那从而你就看到他的pattern 他会不会和这个人又是说 又坏这一样东西 又和B和C和D 都是坏这一样东西 看到他的pattern 他没有这些pattern 那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真的坏 是真的坏的 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说我集体搬钱了 拜拜 那因为我们大限 就是这些pattern 那这个意思就是 最好呢 就大家聚集在一起 成为一个有实力的 叫做客户 业主 有实力的业主 就对那些人来说 那些agent来说 他就不会弄你这么玩 因为一个人一说完 他就失了很多客户 是的 如果他是真的找你笨 那其实第一 很容易看到 因为整班 如果你只有一个 你是一间屋 租给他管 那别人说坏 你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是整班的 他说这个又这样说 这个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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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对 那如果他是这样 我们就集体搬去隔壁 那他就没有了 不是一个客户 没有了30个 没有了50个客户 另外一个问题 一些人一听到就害怕 就是我朋友 我跟他说过 我都退休了 我都在英国住了 不过呢 英国的税很贵 好了 在买楼收租 那收租的租金 怎么被人贵 就是在英国来说 属于什么的税种呢 还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合法地 我们不赞成这个逃税的 合法地可以少些税呢 是的 这是一个很多人很害怕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 其实你怕什么呢 这个是你赚到钱之后才给税的 那很多人连给税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他连一个租客都没有 所以其实不用怕给税的 如果你真的很开心地 每个月有十万港币收租了 你就要给很多税了 那很多人去帮 那那边呢 其实税呢 就分叫做 大致上 投资物业的税呢 有四种 那有两种呢 是叫做 not happy tax的 就是你在未赚钱的情况下 你就要给的 是的 另外一种呢 就叫 happy tax的 好了 那我第一种呢 其实就是stamp duty 那这个其实又不是很贵的 说真的 大概是3% 就是你买这十多万的房子 都是3% 那都是几千磅而已 那所以这个就算 我在未赚钱的情况下 都要给 那也没算 那当然你买 最贵的stamp duty tax 是多少% 可以去到12% 一百万磅以上是多少钱呢 一百万磅你都去到差不多12%了 所以那些买那些 是的 如果你买得贵呢 你就不要就这样跟这个方法 就这样给了 你一下有些的tax planning 是可以合法地减少去给的 都要给的 硬给的 就好像香港你买一层楼 你都硬给stamp duty了 这个 那好了 跟着之下happy tax 就是你收到租回来的税 怎么算呢 那如果你是个人买楼 你就income tax 那就打20% 就是收实 减了所有开支 收实打20% 那些都不贵的 那如果有些人 都挺容易的 有些人 可能是高税佳的 那还要是 就是可能搭入40%那里的 所以这个是容易的 所以绝对不鼓励大家 去买很多楼 是under自己的名字 这个不行的 那如果你买很多楼 那你就放在一间公司那里 那用公司的税制去计 那这就19% 那你说我没有什么分别 20和19 其实很大分别 因为你公司税呢 你的会计是多很多方式 合法地帮你去叫做 赚少一点钱 因为你真的有开支的 那从而你 你真的实收想就少了 那那里的19% 和那里是不能走赚20% 就差很远了 那再之后 你说扣极都扣了 都没得扣 都没得扣 不可以乱来扣 那再进行更远的 tax planning 都还有 那这里不说了 但是纯粹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去用海外的公司 去hold英国的物业 从而那些税呢 亦都是可以省到七八成的税 所以都要给的 但是你会给的很开心 你会觉得 哇 这么划的 那这里 cap and game tax都是 都是可以很多方法 可以如果你在公司的层面 就可以去省到的 还有当然了 你不买那层楼 你只是加按拿回钱出来 就没有capital game tax 那最后 那再问一问 如果买一层楼 假设我买一层楼 私人 香港很多人就是这样 买一层楼 赚了10万磅 那里 这个是当是什么的tax personal 就是是不是属于personal capital game tax 你个人买 都是capital game tax 就18或者28的 都是金的 都是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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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公司hold 就有很多走赚位的 是的 是的 当然了 最后inheritant tax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个就 都是可以通过公司的形式 去减免少少的 走赚位一定多些 所以千万害怕给税 这个是遗产税 是的 遗产税 没错 遗产税 是的 可以给到四成的 是的 如果你什么tax planning都不做 你又用完你的免税额 就四成的 OK 是的 是贵的 所以就不用怕给税 你怕你赚到钱 还没有税 这个反而更怕 好了 另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到处都去投资 我想你有manchester 又有london 又没有nottingham 或者有boomington 那么多地方 有lis 有liverpool 你觉得哪个区 是值得一般香港人 投资呢 很多人可能没去过 是的 很多人 一想到英国楼 就想着是伦敦 但是伦敦 可能钱又不够 那就买一些很小的伦敦楼 我觉得是很错的 伦敦是好 但是买一层楼收租 然后租金帮到你的生活 伦敦就做得很差的 只有三四厘租金而已 所以你有限的资金也好 很多资金也好 那个租金回报 都是只有三四厘而已 那帮你不得太多 你想找一些租金的养活 所以我们就反而 买离开伦敦的 例如Manchester Liverpool Bermerham 这些其实 这几个城市都好的 而且它的租金 起步都有五厘半、六厘 甚至乎Litz 那些我们最尽 可以做到 真的九厘半 全力 九厘半都可以 那这些就帮到你了 就是我投资一百万 我每年有回大概九万五元 港币也好 你投资一百万港币 有回九万五 每个月有七八千元 那就叫做开始帮到你了 那你说伦敦一些 那些楼会升得快点 那样 其实不是的 已经20%了 另外一个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移居去伦敦 教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都知道 什么叫做好校区 它是outstanding 但是在信息搜查方面 香港人可能不太知道 要靠他们听一些广告 其实你也有些方法 可以让人知道 那些很透明的数据分析 都会来做好吗 好